今天寒流一波接一波 教育部明文規定 从这学期开始 国高中以及国小学生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都可以在校服内外 增加保暖衣物 但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调查发现 有高达八成的学校都违反规定 对学生的服务要求 还是有很多限制 对此由学校回应 这些规范还是会以 学生的健康为主要考量 学生和老师都有考论空间 然后它就是比较舒服 里面也有刷毛 这里面就是制服 外面一件棉质咖啡色外套 再套一件刷毛大学梯 最里面才是学校制服 教室里的椅背上 挂着五颜六色的保暖衣物 全都是学生对抗寒流的小宝物 我们在上一阵子 寒流来一起的时候 我们学生的外套 或是预寒的衣物 都是可以穿在制服的外面 根据教育部明文规定 学生可以依个人 对天气冷热的感受 选择穿长短袖或长短裤 天气寒冷的时候 也可以在校服内外增添保暖衣物 但是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调查 八百五十三间学校中 就有超过八成的学校 违反规定 天气冷稠稠要爬起来上课已经好不容易 脱掉外套学生觉得冷到发抖 面对抗议声浪学校也有话要说 学生如果戴毛帽或者是围巾之类 有没有什么颜色上面 其实也没有 就深色就好了 不要花花噜噜的啦 学校表示还是会以学生的身体健康为第一考量 真的觉得冷先穿上校服之后 外面多穿几件保暖也没关系 华人新闻 张福 黄明轩 特别报道 我个人在公司中